以色列最新的一个消息 就是对加萨持续的轰炸 然后把哈马斯的领袖 辛瓦给炸死了 这是今天的最新 以色列对加萨的民众 非人道的待遇 也伤害到了Harris的选情 这让拜登政府 对以色列不断的施压 目前暂时hold住了 对伊朗的报复 不过对于纳坦雅胡 跟以色列来讲 现在是一个一举歼灭 哈马斯跟真主党 甚至摧毁伊朗核设施的 最佳机会 我想问的是 没选之前 以色列真的就听话不动手了吗 你的观察在美国 也许不见得 也许以色列他就是想要动手 而且可能可以帮助到川普 好像也是不错的一个盘算 等一下 你说以色列如果动手的话 目的之一 也是希望能够推川普一把 等川普上了之后 就更 那很压力跟川普是好朋友 在无限制的去支持以色列 事实上 因为川普确实是非常非常支持以色列 那大家 我们跟川普的关系也确实是比较好 跟拜登的关系是非常不好 那再加上最近这两天 在美国的犹太主义的好几位的大亨 包括赌城的大亨 甚至捐上千万美金给川普的阵营 可以看得出来犹太主义在现在 随着中东的战云密布 以色列被拜登做一些限制之后 犹太主义看起来呢 这个有一些反弹 这个反弹把能量灌注到川普身上 我觉得还蛮明显的 那这个 你知道选举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票 一个是选票 一个是钞票 犹太主义在关键摇摆州 400万的犹太主义分散在关键摇摆州 其实有他的选票影响力 那钞票影响力那更不用说了 犹太主义在美国大选当中的钞票影响力 是非常惊人的 以现在的局势看起来 中东的紧张局势升温 拜登采取的方式是希望能够克制 可是这个克制呢 他会变成两面刃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现在的关键摇摆州 尤其是密西根州 这个非常关键的一州 密西根州呢 他的这个州里面 有蛮多的巴勒斯坦后裔 也有阿拉伯族裔 所以如果拜登采取的是 比较克制这个以色列的动作 也许可以增加 几个percent的这个 支持巴勒斯坦的票 可是同时 他就会流失犹太主义的票 现在看起来 这个两面刃的效应 就已经在发生了 这也是为什么 贺锦丽要赶快的去拜访密西根 而且还要赶快的靠他的 先生 他也是犹太主义的 赶快的去做安抚 然后赶快的到处去联络跟协调 可是很少见的 在这次大选当中也会发生的 就很少见 外交的事物会影响到美国国内的选情 那可是问题是 这一次就在大选当中 有战争的风险 有战争的这个变数 所以我觉得拜登 现在所采取的策略 为什么刚刚会讲到说 贺锦丽是不是要切割 其实他现在也很头痛 到底应该跟拜登的政策 是完全的贴近 还是要做出一些区隔 我觉得这对民主党 现在的选战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当然了 这个我说了 我们也不敢说 纳台亚胡要打伊朗 是真的就是全力的要帮川普 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可以确定一点 就是以色列的国防军 现在看准了美国大选 美国大概不敢去 全力去hold住他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 也看准了周边的国家 现在对于国防军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把过去这几年 感受到的国安威胁 一次的来把他做歼灭 我们光是看到 今天最新的消息 哈马斯的替代的手里 又被攻击身亡 所以对以色列的国防军来说 你可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会觉得战争的胜利 已经是快到了 快可以看得见了 这么多年以来 对哈马斯的战争 对真主党的战争 甚至是直接挑战大魔王 伊朗的战争 都有可能成功 那为什么不做呢 我们当然是讲得很暗黑 可是如果你是纳太亚胡 如果你是以色列 在现在这个moment 美国又在大选 没有人敢挡你 为什么你不做 我想这个是 可能大家要换一个角度 来看现在这个局势 那当然以色列 如果做什么动作 对美国大选 也会造成反过来 也会造成影响 这叫做此时不作 待何时 毛泽东讲过一句话 天下大乱 局势大好 这句话呢 现在给纳太亚胡 给用上了 你刚刚讲到说 外交事务很少 影响到美国的选举 不过这一次因为战争 影响到的是在美国 拿了美国护照的 犹太主义 具有关键影响力的 这一群人 所以说对于美国的选举 当然就产生了影响 我们来看CG7这个新闻 你刚刚讲到的就是 犹太主义 现在开始挺川普的力道 加强 你知道这400万关键人 在最后的投票意义上 不只是犹太裔 他们挺川普 本来阿拉伯裔 挺民主党 要挺Harris的 但是因为继续攻武器 他们只要不出来投票 也等于是帮了川普 我们就来看这个新闻 这个上礼拜 Harris前往了密西根州 见了犹太一个阿拉伯裔的 社区意见领袖 虽然说阿拉伯裔社区不满 美国挺以色列 不过这情绪将反映在 Harris的选票上面 但阿拉伯裔的票 应该也不可能会去投给 更挺犹太的川普 所以他只要不投票 也等于是间接帮了川普 不过我问的是 只要是关键座的阿拉伯裔 不投票 投废票 足以让这个选情翻盘吗 确实是足以让选情翻盘的 其实我们看2016年那场选举 川普对希拉蕊 川普翻盘 在密西根 在威斯康星 在宾州 这三个 这几个州加起来 其实不到几万票 甚至有些州 差距是在一万票之内 然后有一些关键的 这些county 事实上差距的 甚至几十票的小差距都有 所以不投票 真的就已经有差距了 所以在这一次 为什么贺锦丽要自己 请跑密西根 请跑威斯康星 而且希望可以得到阿拉伯族裔 至少不要放弃 还是要出来投票 然后这些 可能支持巴勒斯坦的 都能够愿意出来投票 我想这个对于贺锦丽来说 现在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密西根 威斯康星 冰州 我觉得这三个州 在摇摆州之中 这三个州是 民主党必须要去拿下的 甚至有人说 威斯康星跟密西根 就是所谓的蓝墙 如果蓝墙一失守 恐怕这场选战 只要我们在当天晚上看到 密西根跟威斯康星 开票结果不理想 恐怕川普可以提前庆祝了 这个非常关键当中的关键 这就是所谓的执政包袱了 你看不管拜登怎么做 拜登就算做得再多 犹太医的社区依旧不满 说你挺得不够 但他做得再 不管再怎么样 阿拉伯裔的社区也不会满意 因为认为你还是帮助了 这犹太人去打阿拉伯世界 甚至波斯人 那半岛电视台有个最新的消息 我们回到CG6的新闻 半岛电视台消息是 以色列持续地攻击 黎巴嫩的贝鲁特的南方 27死 当中也包括了一位市长 同时继续对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又再次地开火了 以色列再度对于 UN的维和部队开火 也是证明这完全不是意外的 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让铸点的UN部队撤离 是他们的希望 不过我们知道出兵的很多是北约的国家 不怕隐犯众怒吗 我现在的以色列看起来就是不怕 他们就是希望所有人都借过 借过 对基本上就是讲好听就是借过 就是借过你不要阻挡我 歼灭真阻挡 我不管你要维和还是 维和你在旁边维和 对以色列现在 我想当然比较夸张 可是就像我说的非常现实的是 如果站在纳坦雅胡 或者是站在以色列可能比较强硬的鹰派 或者因为你了解以色列人 他们在历史宗教等等的爱恨情仇 交织出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几十年来下来累积的 就觉得说犹太人必须要更强势的 把自己的土地都拿回来 或者是觉得说周边的国家真的是伤害 攻击我们太多了 很多的家人亲人死伤 这一次是我们报复的时候 我们必须说不同的文化背景真的不一样 我们华人台湾人 在大陆的朋友 基本上我们不会 我们这个报复的方式 或者是所谓的反击的方式 因为文化因为宗教有很大的差异 在中东地区在犹太的宗教里面 或者是在整个伊斯兰教 他的方式不同 所以我们真的要试图的换位去思考 以以色列的状况来说 现在真的是就像我刚刚刚讲的 现在不做更待何时 美国hold不住 全世界联合国本来就没有相对的制约的能力 那我在中东 以色列在中东 事实上他的军事实力又真的远胜于其他地方 然后美国又必须持续的提供军事的援助 重重的因素加叠起来 纳坦雅胡在这个时候 恐怕真的是吃了衬托鞋的心 就是说各位请借过 请借过我要完成我的目标 他这个请借过 你看上一次受伤的两个是 意大利出兵的维和部队 意大利当然是北约的 那北约的盟友也包括了美国 他拿那个以色列要拿美国的武器 但他去打了意大利的维和部队 他也不在乎 反正我就是要借过 他等于是把一个 他会说sorry 他会说sorry 他基本上我个人解读就是 在黎巴嫩南部的那些 维和部队的基地的注点 有点像是让以色列觉得 这是来监视 像这个CCTV一样 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我把这个镜头给打掉 外人就不知道我在那边做了什么事 所以就是要先把那个东西排除之后 他到时候在地面进攻的时候 可以更为所欲为 不过这个都是蝴蝶效应 在中东发生的战事 可能影响到美国最后选举的胜负 包括了刚才翁P跟大家分享的 现在不管拜登怎么做 做得太多太少 在美国自己内部的社会里面 都让犹太主义 都让阿拉伯主义 是没有人会买单 没有人会满意的 看到现在美国做的事情 犹太主义觉得说不够 你应该给更多的武器 所以他们现在干脆挺川普 对于阿拉伯裔来讲 你做得太多了 你怎么可以让他持续来攻击巴勒斯坦 怎么可以持续地去打加萨 打正确党 所以阿拉伯裔就算是不挺川普 他用不投票的方式 也可能让密歇根州 这几个关键州翻盘 所以这个蝴蝶效应 在中东发生的事情 在美国造成的选举的结果 完全不一样 我个人也是目前为止看起来 川普后市看涨